142 北京青年報 今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177萬人 2015年7月18日 本市新聞A04本報信昨天 市委市政府召開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會 進一步深入分析把握當前形勢 再招經濟社會發展 全力推進各方面工作 市委書記郭金龍強調 我們已經進入疏解功能謀發展階段 缺乏可存經驗 沒現成答案 確實是重大考驗 全市各級領導幹部都要堅定信心 積極探索 大膽實踐 實現騰龍換寮 鳳凰涅槃 據了解 下半年 北京市將加大力導致大城市病 確保今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177萬人以內 在北京市2015年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會上 市長黃安信表示 北京市要創新治理方法 加大工作力度 努力在調控人口規模 治理交通擁渡 環境歪染等大城市病上取得突破 據了解 北京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人口資源 環境壓力入益嚴峻 最突出表現就是人口數量過度膨脹 截至2014年底 北京常住人口達2151.6萬人 其中城陸區1276.3萬人 水資源緊缺 大氣歪嚴 交通湧倒 生態環境容量不足等問題凸顯 控制人口規模是一項監據的任務 根據《京津企協同發展規劃》干擾 到2020年 北京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 其中城陸區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個百分點左右 北京市要求設實加大人口調控力度 持緊研究制定城陸區人口調控的政策和制度 各區院和有關部門要嚴格抗招責任分工 加快完善人口綜合調控工作體系 建全區院部門商調控機制 要把功能梳解作為關鍵措施 每項任務都要算好人口帳 規劃利用好疼退空間 防止新的人口聚集 落實綜合管理 重點區域管控等各項措施 持續整治地下空間 群租房和違法建設 確保今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177萬人以內 黃安順說 這項工作 市政府和各區員都簽了責任書 年底一定要兌現 再推進交通自動方面 北京市要堅持公交優先 加快7條再見地鐵建設 年內新開工6條線路 新增運營里程27公里 進一步優化公交線網 重點解決有路無車 重複交叉 換成不變等問題 隨著抽通時直到來 大氣環流 採亂等因素將帶來不利影響 北京市治理PM2.5的壓力仍然很大 北京市將按照清潔空氣行動計劃要求 繼續拿好減排、管理、應急、聯防等工作 加快推進核心區務煤化、成綠區務燃煤窩爐、 壓縮水泥產量等重點難點任務 再提升環境建設質量方面 北京市要求加強城市綠地、健康綠度等綠化美化工作 全面完成平原百萬畝造林工程 北京市將繼續整治和提升使用環境 完成46個重點區域環境綜合提升項目 整治100條貝階小項環境 強化帽子油箱、小廣告等城市固執環境治理 國金龍最後要求 要縮夜在工 深無旁霧 確保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活動 世界田建錦標賽員滿順利、高質量造好城市總體規劃修改和13.5規劃編制工作 世界大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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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